吉安湘民代表会第二十二届第二次定期大会30号开议 由淑珍乡长进行的市政报告 他表示在代表会专业问证及监督机制下 公所的团队也为吉安创下无数荣耀和夹击 乡镇建设刻不容缓唯有一本初衷 在有限资源及人力内要做有效运用 吉安湘民代表会第二十二届第二次定期大会 三十日上午在乡代会开议 乡长游淑珍率公所各科事所主管进行市政总报告 针对重要乡镇建设及市政执行情形做说明 包含大部发展的吉安 文化观光的吉安 安全幸福的吉安 产业平衡的吉安等四大市政愿景 无论是就在准备的成绩获得花莲县第一以外 更成为全国在花莲的唯一优等 在我们所有的洁净家园环保的成绩要下 也连续获得我们环保署的肯定 避予奖励金的表扬 在我们的族群融合 从客家连续获得了以花东三年的加等 更连连的获得奖励金的益助 除此之外 我们还有在健保民房 以及各项的救灾准备 还有社区发展协会的营造 整个业务的统整 带来的是一个全能的一个服务 跟365天24小时不休息的这样的一个动能 我们相信施政满意度九十几分的吉安香 是我们有精进的动能 也是相亲给我们鼓励的力量 在代表会的定期会里面 我们希望善尽我们的这个报告之责 让我们的乡亲来检视 也让我们的代表会来做好监管 第二季的任期 游淑珍表示 将一本出众为乡亲负责 半年来乡政执行成效丰硕满满 在多项建设和推动上旅获肯定 为了团队仍将虚心广纳 商民代表益助的创新建言及经验 依询代表会建议方向 破坏地方长远发展蓝图 开启友善监督及所谓建设研讨机制 群测共力 以监督力量圆满吉安香多元建设 记者蒋邦彦吉安香报导